别人卖房靠努力,我卖房子靠运气 我们运气非常好啊,刚刚把这套房子卖掉了 因为现在市场非常的不好嘛,但是我们运气非常好 这回碰到了一个良心开发商 建造的房子呢,户型也好,地点也好,质量也好 所以呢,就很容易把它卖掉了 那这个旁边呢,还有一套 这回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一般我们看到的双拼呢,都是这个前后双拼比较多 看我们这个是左右双拼 而且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 在下面还有一个合法的出租单位 我们先到上面去看一下 哈喽,哈喽,杨叔 女生你好 我们摄影师还在拍照 没事,我们进来看一下 那摄影师你好,这是进门的一个书房 我们这层高是多少 九尺 九尺层高啊 嗯 这是个什么样的壁炉 这是电的壁炉 电的壁炉 所以你如果不用的话可以当装饰把灯打开 现在duplex很少有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还做一个背景墙 嗯,所以我们这个做的很用心嘛 对,进楼那个书房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卧室啊 可以啊,因为我们一楼有一个权位 嗯 就是带淋浴的 所以做成第四个卧室完全没有问题 这就是这个权位 对,没错 所以设计成全位的目的也是说一楼还可以再多一个卧室出来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后面是双车库 我们是一个车库 再加一个露天的停车 旁边那个车库是给那边用的 这边的车库是这边用的 然后这儿还有一个露天停车位 对,而且我们都已经装配了高的电压 欢迎买家如果是需要一个电车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啊 这边是朝什么 这边是朝西 朝西 咱们有空调吗 有呀 我们是全屋配了空调和地热 这个地上是地暖 是地暖 两套分开的系统 这个柜子也非常多呀 对,我们因为这边做了这个闭路电视嘛 然后这边的等于说位置不浪费 就给它用起来 全部做了储物空间 那我们现在去上楼 OK 这都是满满的设计感 这是两个天窗 这个是我们的主卧 主卧朝西 现在是放了一个queenside 但是你放一个queenside也是没有问题 主卧的套内卫生间 楼上几个卫生间 楼上是两个 而且主卧后面还有一个布鲁式的依望间 很多人都容易把它忘掉 这第二个卧室 这是第三个卧室 这个跟我们卖掉那套有的不同 就是我们这边是朝南的边界 而卖掉的是朝北 那我们中国人肯定是更加喜欢朝南的嘛 这边是新风和空调是吧 对 那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OK 不请进 这是楼下的合法出租单位 这个地方是餐厅 这个地方是客厅 客厅 把门关上 这好像小点是吧 对啊 它就做得非常的紧凑的一个户型 但是功能性都做出来了 你这边放一个双人的love seat 这边可以放一个电视在这边抢上 这边抢上电视 然后厨房的这边可以放个餐桌 这边是出租单位的主卧 那边是小卧室 那边是对 小卧室或者书房 你好摄影师 你好你好 辛苦辛苦 这能放什么床 这里能放一个单米的床 single bed 然后在旁边放一个desk 就是一个单人床加个书桌 对 租给大学生 这个是公用的卫生间 对 没错 那这个出租能多多少钱 这个就有点技术 如果你说这是小两房 就能租2500 如果你说这是一房加蛋 大概就可以租个2200 再看你想要租给什么样的租户了 2500到2200 关键这个看起来阳光还是不错的 就看起来有点像半地下 不太像地下室 对我们就是半地下 没错 对 2500的租金收入 在贷款里面能顶多少 能顶50万 能顶50万 现在这个房子是多少钱 现在这个房子是2198 那如果是减掉50万的话 相当于是多少 261万8 一个手指都够数 269万8 169万8 给我그319万8 谢谢大家